后来家属又发过来出院小节 那么这个病情就是整个来龙区嘛 以及整体的情况那就比较清楚了 其实他这个你看 也就胸痛五天而就诊 这么严重的病情 肝癌肝内转移 上腹部转移双肺转移 这样严重的病情 居然就是患者感觉就是胸痛五天 没了 所以一方面可能就是癌症 确实外在表现确实不怎么引人注意 但是这里面是否也有这种 患者有点缩小这个病情 让不要让家里人或者 让子女过分的担心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因素 这个平素健康一般 然后是否认肝癌 但实际上它是有肝癌的 主要是肝癌引擎 因为下面这个 有附带一个这个 乙肝病毒的化验 乙肝病毒的化验 这个就是严重超标 所以 所以一个如此 这个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癌症 而且是甲肽蛋白如此高的情况下 患者主观感受只有胸痛五天 所以 所以这个癌症呢 这个 应该讲患者就是目前的情况 如果是 所以 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不能说患者 就整个患者的家庭应该感觉患者应该是 没什么 因为只有胸头五天 所以 就是我讲的就是 癌症分期里面就是 分三期 第一期就是患者 就是早期 那就是根治 还有一个就是晚期 这个晚期呢 是我的标准 就是患者 病假 自己都感觉不行了 一看这个外形就一塌糊涂了 他也不愿意投协了 那么最麻烦的就是目前这个患者期 就是他只有胸头五天 其他没啥 对不对 如果是其他有啥 老早就就医了 就只有胸头五天 然后呢 实际上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 根本是不可公治了 而他的外形 他如果他都根据外在表现判断 他愿意大把花钱 所以 实际上我跟家属后来交流下来 我发现他来与我联系 不是来说这里面医疗有什么猫腻啊 不猫腻的 而主要是问 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他愿意花钱 所以这个真是麻烦的事情 对吧 所以 我这一段这个视频呢 想说什么呢 实际上这段视频 我并不想说是癌症的事情 我想说的就是实际上 从上次那个肝癌的情况 是一样的 就是根子是在那个乙肝 它肯定是常年的乙肝 而如此高的病毒 载量 就是根本就是实际上是放了不治疗的状态 对吧 然后常年累月的导致了肝癌 所以 而 而乙肝 我上次讲过了 就乙肝 治疗 在急性期的治疗 那是很简单 就休息 而在那个时候 就没有 没有合适的正确的诊疗方式来干预 所以导致 长期的结果 过程以后导致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 对吧 NT卡维 抗乙肝病毒治疗 NT卡维抗乙肝病毒治疗 但是如果是走20年前 30年前 就 就采取合适的方法 也用不着NT卡维 30年前也没有NT卡维 就是也不需要治疗 就是不需要 不需要这个药物的治疗 就是 抗病毒治疗是需要的 抗病毒治疗是需要的 而这个抗病毒治疗 仅仅需要 过长休息就可以 就可以了 但是 这个事情应该发生在2030年前 就不会有目前的病情 所以 所以一而再再而再的发生这样的情况 是反复提醒我们 对这个乙肝病要重视 而乙肝病重视又是老生常谈 老生常谈 就是一直没有结果 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一个情况 不断的因为乙肝导致肝癌 所以 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个世界有清醒的认识 就是说 一个口号说出来要落实到行动 往往往这个之间要相差 两万五千里 对这个乙肝病重视 对这个乙肝病重视